今天教大家做凉了也不会硬的小糖饼 不会做的老铁,一起来做吧 碗中加300克面粉 再倒入刚烧开的热水 搅成面絮状 合成光滑的面团 将面团醒10分钟 容器中加一勺面粉 一勺白糖搅拌均匀留着做糖馅 醒好的面分成小剂子 用手勺团圆 搅成薄饼,放上糖馅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再搅成薄饼 全部这样做好 平底锅刷上食用油 将小饼放入锅中 上面再刷一层油,锁住随份 煎至一面熟透,饭煎另一面 煎至两面熟透,中间微微鼓起 这个饼就做好了 小糖饼这样做既柔软又好吃 爱吃小糖饼的老铁们赶紧收糖 试做一下吧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